近日在云南省哀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用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贤在临间活动的画面 视频显示在临间的一片空地上一只雄性白贤正在煽动着翅膀翩翩起舞 把优美身姿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另一组视频中两只雄性白贤却大打出手 折见他们边扑楞着翅膀奋力跳跃用脚踢打用会拙从坡头打到坡尾又从坡尾打到坡头互不相让 白贤是一种群居的制坑鸟类 我们通常认为群居性的制雷发生打斗是为了确认群体内的社会等级次序 这样的话在日后当面临出现的失误资源和异性的时候 彼此间就可以按照等级的高低来进行一个排序 弱的一方主动回避 从而得以把更多的精力分配到蜜食和防御境界敌害上面 白贤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其领毛华丽体态优美咸雅 主要栖息在森林茂密 林下植物稀疏的长绿阔叶林和沟谷雨林 以昆虫植物精叶果实和种子等为食物 在云南普尔 近年来因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白贤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年恢复 工作人员不仅能通过红外相机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寻呼山林的过程中 偶尔也会与他们不期而遇 此外 这次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白贤与赤脊 赤腹松鼠 猿鸡等野生动物近距离同框觅食的和谐场景